大家好 这节目继续学习 目睹网络库圆满分析 本章的主要例如是 TCP Connection生存机管理 首先来看一下 连接关闭时期图 我们知道 一个服务器 维护了一个连接列表 当一个连接都开的时候 TCP Connection中的通道 处于活跃状态 even loop的日间循环 返回了这个活跃的通道 并且调用了handle even的函数来处理 连接关闭 属于可图事件 这里回掉了 TCP Connection的handle read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又调用了read 这个时候read 返回为0 判断一下返回之为0 又调用了handle close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又回掉了 TCP Server的 Remove Connection Elase 将这个 连接对象 从列表中移除 按照正常的 编程思路 我们还应该将这个 连接对象 消毁掉 但是 在这里 我们不能立即 销毁 这个连接对象 如果我们销毁了这个对象 TCP Connection 所包含的 channel对象 也就跟着 销毁了 而我们当前 正在调用这个channel对象的handle even函数 把这个channel对象又销毁了 就会出现 call dump 因而 这里呢 我们不能够销毁 TCP Connection对象 也就是说 TCP Connection对象的生存期 应该长于handle even函数 那么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用 share的ptr 来管理 TCP Connection对象 当连接到来 创建一个 TCP Connection对象 立刻用 share的ptr 来管理 这个时候 应用技术 唯一 在channel中 维护一个 wikipedia 套建设 维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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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子帧 并且将这个share的ptr对下 复制给这个弱子帧 由于它是弱引用 引用技术不会加义 因而引用技术能拿11 当连接关闭 连接关闭 调用了channel的handle even的函数 在handle even的函数中 将这个弱引用提升 得到一个share的ptr对象 这个时候share的ptr对象的引用技术 就变成了2 引用技术就变成了2 那么这时候 elase 从列表中移除 引用技术减1 从2减1 还是1 因而tcp connection对象 不会销毁 实际上 在目睹栏中 这个时候 又会调用一个 qinloop qinloop 将一个函数 connect destroyed 放到evenloop的functors中 那么这个时候 它用了一个boostbind 得到一个boostfunction 放到funct列表当中 boostfunction 那么这时候 它又会把 这一个tcp connection 对象的引用技术 加1 加1 又变成了2 又变成了2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踪 放进去又变成了2 那handle even的函数 返回以后 handle even的函数 返回以后 它所提升的 那个share的ptr对象呢 这个局部对象销毁了 引用技术又减1 又变成了1 然后这个boostfunction 函数调用之后 它调用了一个 用户的回调函数 调用完之后呢 引用技术又重1 变为0 那么tcp connection对象就销毁了 这是用户的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 连接断开 它调用的是 这个跟连接建立 这样的是同一个函数的 用户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这一个连接断开的一个回调函数 这是内部的一个回调函数 这是内部的一个回调函数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代码 这个代码呢 这几个文件都有改动 实际上最大的改动 是tcp connection tcp server channel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我只是增加了一个打印 增加了一个打印信息 来跟踪引用技术而已 先把这些代码 拷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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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tcp connection的变化 tcp connection 增加了一个close callback close callback 在callbacks.h当中定义 这里增加了一个close callback boost function 那么这个close callback 指的是内部的连接断开回调函数 它设置的是内部的连接断开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设置这个tcp server当中的remove connection这个函数 并不是用户内部的回调函数 这里又增加了一个setCloseCallback internalUseOnly 还增加了一个connectDestroyed connectDestroyed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connectDestroyed 放到functs列表当中 增加了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状态 这里面我把它增加上去了 disconnected connecting connected disconnecting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用到这么多的状态 实际上还是只用到了connecting connected 还有一个disconnected 因为这个销毁的时候 状态就处于disconnected的状态 disconnecting还没有用到 我们还是先把它写上去吧 handleRead handleClose handleError handleError 增加了一个handleError 因为channel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事件 errorCallback 会有一些错误的事件 handleError 来看一下 够早函数 多了这两个 连接关闭 回到handleClose 发生错误 回到handleError 回到handleError 当连接到来的时候 connected establish 当连接到来的时候 channel time share the from lis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将当前这个tcpconnection对象 转换成 我们不能够用list 我们不能够用list 因为这边 它接受的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time 它接受的参数是share的ptr share的ptr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自己用list 用share的fromlist share的fromlist 这个成员函数从哪里来呢 tcpconnection 既成之enableshare的fromlist 待会我们再讲解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获得一个 自身这个对象的share的ptr对象 share的ptr对象 time 把这个share的ptr对象 辅值给tide tide等true 那么这时候辅值刚才说过了 这是弱引用 tide uid 表示它可以 引用到无类型指针 任意的一个指针 当起我们 这个弱引用 引用的是 它可以引用到任意的指针 而我们实际传过来 是tcpconnection的share的ptr 由于这是弱引用 它不会把这个share的ptr对象的 引用技术加益 并没有加益 刚才我们说过了 enable reading connection callback 回掉了connection callback 这个connection callback 就是用户的回掉函数 这个是连接建立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连接断开 我们就照着 这个是序图 来看一下代码 连接断开 channel handle event handle read 连接断开 回掉 tcpconnection的handle read函数 那么上一节课 我们没有处理连接断开 会处于begin loop的状态 那么现在呢 连接断开 我们有处理了 read 返回为0 返回代言0 message callback 返回等于0的话 handle close 处理连接断开 否则的话 处理错误 连接断开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连接断开 guard list shared from list 返回 自身这个对象的shared ptr shared ptr connection callback 回掉了用户的函数 这里面我们没有画出来 就是说这个时候 它可以回掉用户的函数 也就是co ncb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回掉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回掉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回掉 当然即使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回掉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它在这个地方呢 也会回掉的 这个流程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回掉用户的 一个连接到来的回掉函数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吧 就是回掉这个connection onconnection函数 当然这一行我们可以不掉用 这里我们看到 set state disconnected handle close 除以 disconnected 转态 这一行如果我们不掉用 这一行也不应该掉用 这一行也不应该掉用 等一下我们就会给大家说的 这一行也不应该掉用 然后这个是跟踪代码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这个引用技术的问题 close callback会掉用tc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 close callback为什么会掉用tc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呢 为什么会掉用 我们要看一下tcp server 当一个连接到来的时候 new connection当一个连接到来的时候 这里呢 set connection callback set message callback connection set close callback 设置到了tc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 在这里 所以说呢 这里应该掉用tc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 我们就来看一下 tc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 tcp server呢 增加了remove connection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当中 在这个函数当中 erase 将这个connection对象 从列表当中移除 从列表当中移除 引用技术肯定会简易的 这里有跟踪 然后呢 又把这个connect destroyed 跟connection boost bind 得到一个boost function 得到一个boost function对象 得到一个boost function对象 这时候会把这个connection传递进去 那么 这时候 这个share的ptr tcp connection ptr就是share的ptr 引用技术会加1的 引用技术会加1的 connect destroyed 把它放进去 放到这个列表当中 这样子的话 handle event 事件处理完之后 就开始处理functors 在这里面 吊用了connect destroyed 也就是说 它应该还吊用了 connect destroyed tcp connection的 connect destroyed connect destroyed 我们来看一下 判断一些state connected set state disable all disable all connection callback shared from list 这个就是回调用户的回调函数 但实际上我们这边不会调用了 不会调用了 因为我们当前的状态已经等于 k disconnected 已经等于k disconnected 我们在handle close当中呢 已经把它设置了 已经调用了用户的回调函数了 也就是如果我们这两行 没有写的话 那么这个回调 用户的回调函数就到这里 来回调了 channel remove 这个channel呢 从puller当中移除 这个就是连接关闭的失去图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然后对引用技术呢 做一个跟踪 然后进去 reactor 我们就连上去 然后把它断开 Ctrl 中括号 然后Quit 连接建立与断开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把这些信息 从这里开始 把它拷贝一下 这里面我们刚才也发现了 它不会出现BG loop 因为我们处理了 连接都开始减 第一个应用技术 在TCP server的96行 当一个连接到来的时候 当一个连接到来的时候 首先是 创建了一个TCP connection对象 立刻用Share的PTR 来接管 那么这个时候 应用技术应该等于1 这个时候 应用技术肯定等于1 又是Comp等于1 第一步 然后我们又把这个Comp 加入到Connections 这个列表栏中 那么这时候 这个Share的PTR 对象的应用技术 应该变成2 应该变成2了 应用技术等于2 在98行 第三步是在78行 用TCP connection的78行 Set Connection Callback 因为这个时候 它会第三步 这是第五步 第三步 这里调用了Connect Established 我们从这里来看吧 TCP connection的 Connect Established Connect Established 那么刚才的应用技术 已经等于多少了呢 已经等于2了 刚才的应用技术 已经等于2了 那么现在会等于多少呢 现在会等于3 为什么会等于3呢 Share的FromList 我们获得了一个 单前对象 由单前对象 转化而来的 Share的PTR对象 也就是说 又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对象 应用技术又加1了 又变成了多少呢 又加1了 就变成了3 但是这个对象 是一个临时对象 马上销毁了 马上销毁了 又变成了多少呢 又变成了2 又变成了2 但是我们tie tie以后 它这时候share了FromList 又变成了3 tie 又变成了3 那么channel里面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是弱营用 又变成了3 它不会更改这个营用技术 还是等于3 还是等于3 那么出了这个tie 这个share的FromList 它是一个临时对象 又销毁了 营用技术又变成了2 营用技术又变成了2 同样的 这里share的FromList 又变成了3 又变成了3 然后呢 营用技术又变成了2 又变成了2 我们这边 又share的FromList 又是count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又是count tgpconnection对象本身 没有办法打印 那么这里打印出来 还是等于3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们 多少次share的FromList 它总是一个临时对象 总是会被销毁的 总是会被销毁的 那么还等于3 还等于3 当我们跳出这个 connectestablish的时候 这个share的FromList呢 应该也被销毁了 等于2 跳出了connectestablish之后 我们就变成2了 3 4 应该都是上 3 4 3 4 usecount 都等于3 当我们跳出了connectestablish的 它应该变成了2 TCP server的106 connectestablish的返回之后 又变成了2 因为这个share的FromList 这个临时对象又已经销毁了 也就是说这里是2 那么这里是2 我们这个connection 这个对象又是一个临时对象 也就是说跳出了new connection之后 跳出了new connection之后 那么 应用技术呢 只变成了1 只有这个列表当中 有一个share的ptr对象 放在里面 应用技术就变成了1 handle read new connection 这是new connection情况 然后我们看一下连接断开 连接断开 one event happened 有一个连接断开的事件 handle event channel的handle event 刚才我们说了 应用技术应该变成了1 这里打印出来的为什么是2呢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过了 应该是等于1了 为什么又变成了2 又变成了2的原因是 tie.log提升 这个弱引用 提升返回了一个share的ptr对象 那么这时候呢 就会使得它的引用技术 刚才我们说了11了 又变成了2 引用技术又变成了2 调用handle event with guard 那么在这里面又调用了handle close 应该是handle read 应该是handle read 应该是handle read 连接关闭算是可图事件 handle read 返回等于0 handle close 然后再调用handle close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应用技术等于2了 等于2了 那么到了这里为止 share the from list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被一个变量给接收了 被一个变量给接收了 那么它还等于3 就一直等于3了 connection callback 等于3了 然后回掉tg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 这是一个内部的回掉函数 并不是接收用户外部的连接段开回掉函数的 回掉tg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 tgp server的remove connection在这里 那么在这里呢 引用技术等于3了 这边的没有变化 还等于3 还等于3 erase 就应该变成了2 变成了2 这时候变成了2 第10又变成了3 第10这边为什么又变成了3呢 boost bind 它得到一个boost function 里面也持有了一个connection 这个tgp connection 这个tgp connection ptr 也就是shared ptr 所以说又增加了一个 又等于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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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tgp connection 然后到tgp connection 1515行 又等于3了 那么这里呢 还应该等于3 还应该等于3 然后呢 这个退出之后 这个对象会销毁掉 那么应用技术会变成2 应用技术会变成2 channel.cc69行 也就是说这个要用结束以后 那么这边又减了一个变成了2 变成2之后呢 handle event减数返回结束以后 这个god又是一个局部对象 就变成了1 变成了1 那么这一个应该是处于哪里呢 funct 这是一个boost function 它会调用这个boost function对象 应该在这个对象里面 这个对象调用完以后呢 回掉了一个用户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在这边已经回掉了 这里就不会回掉了 那么总要颜值是 这个减数调用完之后呢 应用技术又会减1 这个boost function对象又会销毁了 又会减1 减1之后呢 这个tcp connection对象就销毁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等于2了 等2 handle event减数返回以后呢 又变成1 只剩一个了 这里又减了一次 变为0 tcpconnection对象就销毁了 这就是连接 关闭的一个过程 相当的复杂 那么最后呢 我再说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 为什么tcpconnection 要继承 要继承 enable shared from list enable shared from list 我们这里面呢 很多地方用到了 shared from list shared from list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 我直接这样子 tcpconnection ptr gold list 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shared from list 这样子我不是用当前对象指针 构造了一个 shared的ptr对象 为什么还要shared from list 答案是 一定要shared from list 我们来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一个例子 我先把它运行起来 先把它运行起来 这里面有错误 断言失败了 断言失败了 clash y 计承至enable shared from list sharedptr shared from list 返回了一个sharedptr return list return list 我们来看一下 new y sharedptr 这个时候 p的引用技术 等于 等于 q 这边返回了一个shared from list 就是说当前对象 pf 当前对象 转换成了一个sharedptr sharedptr 再复制给这个变量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用技术应该是等于2 应用技术等于2 并且断言p等等q 这个断言p等等q就是断言它内部的引用技术是相等的 a r等于p的f2 list指针 那么断言p的指针 p里面的指针 这个就是list 就等于new y这个指针 应该等于2 应该等于2 这个断言肯定也是正确的 然后把p的usecount打印出来 或者q的usecount打印出来 都应该是等于2 都应该是等于2 那么现在 再构造一个sharedptr对象 sharedptr对象sr r这个指针 就等于new y这个指针 那么这时候我问一下大家s的引用技术应该等多少呢 等于3吗 答案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引用技术应该等于 这个引用技术应该等于 这先当于我们又构造了一个对象 又构造了一个对象 sharedptr对象 这个指针 放进来 又构造了一个新的sharedptr对象 并不是把某一个sharedptr对象 复制给另一个sharedptr对象 一个sharedptr对象 应用技术才会变成2 这先当于我们又构造了一个独立的sharedptr对象 所以说它的引用技术等于1 那么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 好我们想要让它的引用技术变成3 那我们就只能够用 那我们就只能够用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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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sharedptr 这正是sharedptr 这正是sharedptr使用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这个类要计成之enablesharedptr 因为我们这样子再构造一个对象 虽然这个指针跟这个指针指是一样的 但是不代表不代表这个对象的引用技术会加一的 因为对象的引用技术会加一 指针 这个对象拷贝构造至这个对象 或者把这个对象辅置给它 辅置给它 这个时候呢 才会 引用技术才会加一 而我们这边是一个罗指针 构造了一个新的sharedptr对象 它的引用技术还是等于1 所以说 use count 应该等于1 断言 p等于s 断言肯定失败的 一个2一个1 断言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 enable share from list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如果直接用list 实际上它是构造了一个新的sharedptr对象 它的引用技术总是等于 并不是把之前我们那个对象的sharedptr对象 把它 靠背到这个sharedptr对象之上 使得它的引用技术会加异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再预行一下 我们再预行一下 4个版 连接 发送一个文本 weer 四个字符 它这个发送的时候 还会加上-bbkom 应该收到六个字节 onmessage onmessage 这边我们只收并没有再往客户端发送 所以说客户端这边阻塞了 然后Ctrl这个中扩号 Qi断开链接 断开链接它应该回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回掉到那个函数 它应该回掉了这个函数 用户的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回掉了CNNCB 回掉了这个函数 回掉了这个函数 CNNConnected 它不是Connected 因为它已经设置状态disconnected Connection is done 有没有Connection is done呢 有在这里 Connection is done 输出了这里函数 这个我们要明白一下 Connection callback 用户所设置的这个回掉函数 既包含连接建立 也包含连接断开 连接建立之后呢 它的状态是Connected 连接断开以后呢 disconnected 随手 is done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次课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